今天又去做核酸了 上海真的是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 从羽绒服做核酸做到穿短袖 然后从穿短袖又回到羽绒服 如今又开始要脱衣服了 所以天气是会越来越热 好在晴朗的天气让人心情大好 虽然大家都有可能会有羊的威胁 但是看着数据来讲的话 真的维持在高位上 不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事 但是未来上海天气走势 却会让你感觉到高兴 因为未来这一周来讲 都是以情为主 情多与少 阳光好的时候 在阳台或者在窗边 晒晒太阳 气温一路涨涨涨 周五到周日连续三天 最高气温将会超过三十度 大气中不稳定能量积聚 周六起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 将出现震雨或雷雨天气 届时雨水将遏制住气温上升的势头 所以气温将会维持在二字头上 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春天 春天人间四月天的好天气 我放入热水这个线 我放入热水了 我放入热水中没有发线